中领馆遭习中巴经济走廊阻力升级,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于11月23日,遭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两名巴方警卫人,缘和两名平民死亡。 另有三名武装分子被击毙事发不久后,巴基斯坦比鲁之省的分离组织,比鲁之解放军,Balak Liberation Army,简称比解,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 此次袭击事件并非比鲁之解放军,针对中国人发动的第一袭袭击,而比解也不是巴基斯坦唯一一支分离组织武装但是与以往袭击不同的是,此次袭击的目标是代表中共官方的外交机构, 预示着巴国境内反对中巴政府间关系,反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情绪已经升级,到一个新的层面比鲁之解放军的历史比鲁之人生活在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三国的交界地区。 虽然在印巴分治时出于宗教原因加入了巴基斯坦,但一直怀有强烈的民族分离情绪。 自上世纪4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比鲁之人,曾先后四次武装对抗巴基斯坦政府,以实现独立的诉求,在苏联阿富汗战争爆发,后巴基斯坦国内矛盾得以转移。 比鲁之人武装北上抗苏分离运动一度沉寂,然而2000年之后,比鲁之民族分离运动卷土重来,一批在阿富汗经受过盛战历练的比鲁之年轻人带着武器重归故里组织其比鲁之解放,均从那时起比鲁之解放军发起了多起恐怖袭击活动。 袭击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巴基斯坦的政府机构和公共设施,2013年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开启后,该项目在比鲁之省的一些工程也成为比鲁之解放军袭击的目标。 2016年9月巴基斯坦政府曾公布至少44名,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中,工作的巴基斯坦工人因恐怖袭击而失去了生命。 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叶海林,曾撰文分析比鲁之解放军,形成的原因和他们的诉求。 叶海林认为,一方面比鲁之仍处于部落时代,部落势力作为传统社会的权势阶层与既得利益者,不愿改变传统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 另一方面,巴国政府在该地区的资源开发,没能让当地人获得实惠。 被当地人担心外来人利用开发计划,将他们的家园变成殖民地把他们削弱成少数民族。 叶海林认为,比鲁之解放军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向巴基斯坦政府争取权力,要求在比鲁之矿产资源利益分配中占有更大份额, 结束在政府招工当中的歧视性做法,地方势力在瓜达尔建设工程中,发挥更大实质性作用等。 针对中国人的袭击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国际安全部主任潘图奇, Rafaelo Pontucci在南华早报上,撰文指出早在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开启之前, 就至少有7名中国人巴工程人员死于比鲁之解放军之首近年来, 针对中国公民和中资工程的恐怖袭击,呈逐渐增长的趋势 而且这些袭击不仅限于比鲁之省,在毗邻该省的信德省,类似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实际上此次袭击事件中中国领事馆所在的卡拉奇,就是位于信德省的城市。 潘图奇指出,2016年5月发生在卡拉奇的一起爆炸事件,炸伤了一名中国工人, 在爆炸现场发现的一张纸条,上写着,我们将反对所有对抗信德人的项目,包括中巴经济走廊。 一年后一颗炸弹在中国车队,经过卡西姆港之后被引爆。 信德革命军Singhoudesh Revolutionary Army随后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警告中国人,不要参与任何违反信德人利益的项目。 去年5月两名中国青年,在比鲁芝省首府奎达被绑架后遇害。 随后巴基斯坦方面报道,这两人,并非中巴经济走廊的工作人员,而是在当地传教的基督教会人士。 今年8月,一位比鲁芝分离组织领导人的儿子携带,自杀炸弹冲向一辆载着中国工程人员的巴士炸伤了三名中国工人。 这是在此次领事馆袭击事件之前,最近的一起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 中国曾试图谈判叶海林,在几年前的文章中曾警告说比鲁芝省目前是中共海外利益, 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区域,而比鲁是这一地区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威胁。 不过当时,比鲁在当地的袭击活动还并非直接针对中共叶海林曾抱有希望的表示, 比鲁袭袭击中共目标,是间接路线战略的产物,即通过袭击中共目标,来要挟中央政府做出让步。 该组织袭击中共目标战略的间接性及其与当地部落之间的关系, 为中共海外利益规避危险,提供了可能今年2月英国金融时报。 报道有三位,未据姓名的巴基斯坦官员透露, 中共方面于近5年来,多次试图与比鲁芝的分离组织进行私下谈判, 以确保中国在当地投资的利益和人员的安全不过,中共官方和比鲁芝解放军都否认了有过类似的接触。 理解领导人亚斯拉姆比鲁芝·埃斯勒·拉拉克对外表示我们的人每天都在消失, 他们被杀害房屋,遭到洗劫和烧毁。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与中共的对话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拒绝这样的提议今年8月引爆,针对中国工程人员巴士的自杀炸弹的人, 正是亚斯拉姆比鲁芝的儿子瑞罕·瑞罕·埃拉克, 他在袭击前准备的视频声明中说, 我要以此行动让中共及其人民意识到如果没有比鲁芝人民的同意, 任何试图干预比鲁芝问题的人都会面对比鲁芝民族的愤怒一带一路的阻力。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 该走廊的主要工程之一,瓜达尔港口项目,正是在比鲁芝省潘图奇认为, 尽管巴基斯坦为中国工程人员提供了强大的安保工作, 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潘图奇表示对于分离组织来说, 巴基斯坦政府是最终的敌人, 作为伊斯兰保最亲密的朋友, 北京难免依这层关系而成为袭击目标。 而且,当地人没觉得他们从中巴军纪走廊当中, 受益了他进一步指出, 类似的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的解决分裂主义, 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答案只能在政治对话中, 才能找到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矿液投资并不能解决问题, 相反还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 印度政府一直否认帮助比鲁芝的分离组织, 这次袭击中国领事馆事件, 之后印度政府很快就发表声明, 谴责了这种暴力行为, 并呼吁迅速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巴基斯坦和英国, 已经将比鲁芝解放军列为恐怖组织, 多年来巴基斯坦曾指责印度政府是笔解背后的金主和支持者。 一些印度政治分析人士也曾建议印度政府应该加大支持巴基斯坦内, 不分离世力的力度作为对巴基斯坦支持印度境内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的回应。